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論盡香港》的《論盡頭條》 我是家偉 今天想跟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說南韓加日不約 中美大戰一觸即發 哇 發生什麼事啊 真是打 這麼恐怖 什麼時候打呢 想看的話 記得幫幫忙先按個讚 另外訂閱我們《論盡香港》 按旁邊的鈴鐺全部的話 Youtube開心起來 而我們有新片 而它不限流的話 大家就會看到我們的影片 也看看你有沒有被Youtube退訂 有的話 訂閱一下 看Facebook的朋友 希望幫幫忙可以讚好我們的專業 最重要的是多點下面留言說說你的看法 還有幫我們把影片廣傳給身邊的朋友 令到更多人都可以知道我們國家 我們香港和這個世界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哇 不得了了 韓國就說 哇 我們國家情報院就正式宣佈 韓國就會正式以會員的身份加入不約 裡面的合作網絡防禦卓越中心 什麼來的 韓國的自己媒體說韓國是作為首個 加入不約網絡防禦卓越中心的一個亞洲國家 它加入之後這個機構在整個正式會員當中變為32個 當中包括有27個不約國家和5個非成員國家 而韓國的話其實在2020年已經說有出直播 有關於他們整個不約就著全球最大的網絡預演所頓 而是做出一定的貢獻 這件消息就明震天下 也有很多不同的報道也說了 家偉在網上不斷看資料的時候 也不斷說根據韓國的國家 今天就說了這件事 而美國又怎麼說呢 其實美國沒有怎麼說什麼 美國反而說什麼呢 其實我們北約將會在6月份的時候就會開會 北約會邀請亞太地區四個夥伴一起出席北約峰會 包括哪四個國家 就有澳洲、新西蘭、日本和韓國 喂喂 家偉 不如說說什麼叫鎖盾 韓國為什麼這麼厲害可以加入北約 鎖盾的意思是什麼 鎖盾其實是他們網絡上的預演 預演就是說 當網絡上有攻擊的時候 怎麼增強應變能力呢 而是說未來2022年的時候 即是今年也將會做一次預演 就是說當俄羅斯和烏克蘭衝突過程當中 如果使用到網絡攻擊的時候 怎麼做好這個攻擊和防禦的 原來就是這個叫鎖盾 記住 日本也有份參與 日本也有份參與 為什麼韓國是第一個 而不是日本參與北約 錢嘛 有看過我們論壯香港 有看過施政和黃宇漢 我們兩支重炮 加上我本人說 星期五的晚上直播都已經知道了 日本其實是窮到窮的了 日本是沒有錢的 還有一個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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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東西 北約究竟是需要什麼呢 北約全名叫什麼呢 北大西洋公約國 說北大西洋一帶的國家 包括美國為首老 之後還有歐洲一帶的國家 他們最重要的是聯防 其中一句話已經說明了 就是如果其中一個國家被人攻打的話 其他國家是要幫忙出兵去制裁去打的 但是其實北約 就不是說美國一個人說完之後 就完完全全OK的 其實大家要記住 我在這裡跟證大家 韓國有沒有加入北約呢 其實它只不過是加入了北約裡面其中一個小組而已 它是不是北約成員呢 又反過來 北約就不是一言堂的 是要這麼多位一起開會的 那麼究竟最後會不會是說接受韓國呢 他們韓國日本是不是真的會願意參加呢 其實我覺得是未必的 很多風聲也都說了 譬如說芬蘭 瑞典都有意加入北約 為什麼呢 現在澳湖衝突很恐怖很害怕 有機會火燒連環船燒在我那裡 而歐洲的角度上來說 這樣想是正常的 但是你又反過來想一想 剛剛嘉偉已經說了一句說話 北約的國家成員國 就是假若如果你的成員其中一個被人打 你其他國家是要幫忙幫拖 日本是自衛兵 他不是軍隊 他不可以攻打別人 所以大家現在明白到為什麼有機會是南韓而不是日本 因為日本他不是軍隊 再者他又窮到凍丁 真的要割在韭菜的時候 真的要買什麼武器 等到日本還有沒有錢 韓國回來還有 所以現在大家明白到為什麼韓國好像突出來了 但是都是那句 其實他們兩個都不是加入了北約的 剛剛說了 打起來的時候都不知道怎麼幫 再者我為什麼要幫你南韓 一長貧難顧 第二我自己現在火燒連環船 整天在歐洲 你看美國都不會怎麼幫什麼 就算歐洲幾大件事 我口頭上幫你 你其他國家幫幫他 他有沒有出兵幫手支持 反過來當然 沃蘭不是屬於北約的 所以美國不幫手是很正常的 但是同一時間 南韓和日本 其實如果他們真的想要加入的話 一未必讓他玩 第二他也未必願意參與 為什麼呢 剛剛說了 其實他由頭到尾 是為了為什麼會出現這個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是因為當時要制裁 打爛戰 打蘇聯 說的是北大西洋 不是太平洋 你隔了整個亞洲 亞洲那個叫太平洋 這個叫北大西洋 三萬九千里你幫得到我什麼呢 第二件事 大家要去想一下 其中一條條例已經說了 就是這些加入北約的國家 裡面是不可以有領土爭議的 那就糟糕了 這條條例是非常鐵的 鐵到不能再鐵了 不可以爭 日本 韓國 他們兩個分別都有一些領土上的問題 釣魚島 日本重大件事 日本現在跟俄羅斯 韓國和中國都有領土爭議 而韓國和日本也有領土爭議 那你說這些國家能不能進去呢 難一點 好了 又繼續說下去了 日本和韓國很友善嗎 大家要記住 這是一個歷史文化上的問題 不要想著說他們做了美國隻狗 一定很團結 錯 你看看歐洲一盆散沙 不管美國有什麼事 北約你真的覺得很好嗎 沒關係 反而反過來 韓國和日本是不對的 看一件事情就可以了 日本當時在二次大戰的時候 他打我們中國 但同一時間也有打韓國 即是打南韓 所以在一些慰安撫事件上 我們看到日本人說不就這件事是道歉 其實韓國也很多 韓國和我們中國一模一樣 站在同一個角度上 在罵日本 你說他們兩個 但是你是美國 你能收誰 當然以錢的角度 我當然是收韓國 怎麼會收你日本 還有 你是美國 我為什麼要讓你進去 我讓你進去 沒有意思 你進去 你被人打 我要照你 但現在反過來 我用不需要 你加入也好 其實 我都放了一個系統 就放在你們 日本那些什麼機場 美軍 韓國做了一個殺德系統 大家記得之前說韓國 做了一個殺德系統之後 因為說要報復式 玩回美國 就是跟美國說 喂 我都還沒收你地租 記得這件事嗎 最後呢 最後一件事是怎樣 沒有 特朗普跟你說 我要為護費 而已 那怎樣 韓國最後又要給 即是怎樣 你加不加不約都好 你都是在美國的狗 美國要叫你做些什麼 你都會做 如果是的話 我還為什麼要讓你加入 大家記住 北約所有國家是對等的 如果是對等的情況之下 喂 我美國養一隻狗 我怎麼會讓一隻狗 和我平起平坐 不會的 對嗎 對嗎 再者 你們兩個國家都是在依賴我 當然 依賴的意思就是 我正在依賴你的錢 而你的國防 你那些什麼系統等等之類 你沒有了會好不行 大家你們兩個國家 現在想一下 喂 俄羅斯真的打下來的時候 你們兩個不行的 那怎麼辦 來來來來 弄個殺德系統 來日本 我明白的 我知道你很想動的 但是 我不想讓你動 你動了的話 你反咬一口怎麼辦 真珠港就是說他亂來 那些基因有問題 我還讓你亂來嗎 現在是說你要自衛軍 你還想著弄個軍隊出來 我給不給你 你什麼都不要搞 就是繼續給錢 給我保護費 就是我可以的 你說美國 會不會讓他們加入北約呢 臨臨中中整個東西 我們再繼續說 假若如果兩個國家 分別都想著加入北約 我當韓國入了北約 或者日本入了北約 真的打起來的時候 你覺得 美國是否真的要幫他們這些國家呢 歐洲的國家又怎樣幫這兩個國家 其中之一呢 再反過來 假若如果說 我當日本 或者韓國 我當韓國 現在入了北約 真的入了北約 在領土爭議當中 有問題 他們日本 或者韓國 擦槍走火 根據北約的條例 其他成員國是要幫拖 但是你打狗也看主人 是不是這樣說 你打的這隻狗 的主人就是美國 你打不打 喂 怎麼搞啊 整件事 講不通 講不完 所以你說他們兩個 怎麼進入北約呢 反過來 他們為什麼要加入這件事 其實是 沒有 受人六分四嘛 美國就這麼照顧我了 你說要幫拖的就幫咯 你那個什麼鎖盾系統 鎖盾嘛 參加 當然參加了 南韓就在宣傳當中說 我自己加入了北約 是的 加入了北約 但其實還沒說完 他加入了北約裡面的合作網絡防禦卓語中心而已 記住啦 不是代表北約 兩件事來的 北約 你猜真的很興奮很想他給他加入嗎 你有沒有可以幫忙 分享資源去北約其他成員國幫忙啊 其他成員國真的被人打起來的時候 你南韓日本幫到什麼啊 反過來 但如果網絡戰當中 其實就不用擔心你是不是真的要派兵去 不是的 只不過貢獻你自己的能量 你自己的資源 科技等之類而已 韓國呢 就真的OK的 這個網絡上 和這個科技上是可以的 為什麼呢 三宿 韓國呢 其實在這個導體方面的技術 是很卓越的 真的厲害的 那大家就記得了 其實現在所謂的韓國三宿 已經再不是屬於韓國的了 其實 背後老闆是美國 如果你不記得或者不知道的話 歡迎大家看回我們之前論盡香港 星期五晚上的直播 施政說得非常清楚 韓國三宿不是屬於韓國 是屬於美國的 那大家就知道了 整個計劃當中 你就要明白到更加清楚知道 其實所做的所有事情 一 是錢 我幫你 我給你入北約 你也給別人打 我幫你 當然不肯 反過來 我現在一元也不用 還要給你一些東西 之後 你定期還給我保護費 那是不是化算很多 再者 加入北約之後 我幫你 你幫我 十萬九千里 差整個俄羅斯那麼遠 我幫到你什麼 現在這一刻 你不加入北約 都會聽話 那還給你加北約 還給你加北約 那再者 美國夠了 從頭到尾要記住什麼 尔加利亞的對手叫俄羅斯 說制裁而已 但你有沒有見過 美國一拼一火的搞俄羅斯 沒有 你說不是啊 他搞中國 那麼多位 現在看看 中國又被人制裁了 最近最新的消息說海康威士 閉路電視系統 現在美國說會再加碼制裁 大家不如想想薩德系統什麼時候成立了出來 在南韓的薩德系統是什麼時候搞的 你想想最強80號金正恩射這麼多支飛彈 這個薩德系統有沒有動過 是呀 那支由朝鮮飛出來的飛彈去到日本旁邊 美軍駐軍駐在日本了 它有沒有動過 大家都已經預知到原來這兩個國家 有任何冬瓜豆腐都好 美國都未必會出兵幫忙 你想想這些所謂的系統有沒有用呢 又反過來 你覺得真的要打中國的話 會是打十戰嗎 不會 打的從頭到尾都是經濟戰 還有網絡戰 打了不止一次 其實打了很多很多次 只不過我們未必肉眼可以看到 或者我們的宣傳 或者網絡上是沒有參與到的 但打了這麼多次之後 大家有沒有見過 我們中國有沒有少了一塊 有沒有崩過一塊 沒有 反過來美國通縮越來越厲害 你自己都搞不定你自己 還打仗嗎 你先搞定鵝烏衝突 鵝烏衝突你也搞定 你現在一刻打算搞中國 其實說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沒有 沒有 韓國的傳媒很拋我自己 哎呀 好滿意啊 我加入了北約 打贏了日本 我早過日本加入北約 但他講清楚了 就不是加入北約 他只加了其中一個小組而已 那麼日本可以怎樣 你可以罵嗎 想清楚 打狗體主人 你的主人是美國 不過韓國的主人都是美國 怎麼搞啊 就是不能搞 你說中美大戰一觸即化 打…打緊 實戰不會打的了 貿易戰繼續的 但是你看到我們中國 仍然是這麼堅挺 大家知道什麼事 你看到美國這麼散弱的 唉 美國收手吧 不知道你又怎麼看呢 你又覺得加偉的資料 是不是當中有什麼 任何問題呢 歡迎大家下面留言 說說你又怎麼看呢 假若如果說日本或者韓國 真的加入了北約的話 大家又會想一下會怎樣 歡迎下面留言說說你又怎麼看 記得幫幫手 喜歡不喜歡也好 按個like 訂閱訂閱香港 記住下面踴躍留言 和把影片廣傳給身邊的朋友 令到更多人都知道 我們國家 我們香港和這個世界發生什麼事 我是家偉 一會兒五點鐘有直播 還有今晚會有兩支重炮 和家偉一起直播的 就是陳思靜、黃宇漢 和家偉我本人三個 繼續和大家一起論進香港 待會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都希望 youth 五點鐘有醫事 發生什麼事 分非 什麼事 孫雞 枫水 什麼事 那 不是